各位朋友大家好 甜食品今天很高興為你們推出我們另外一款 所謂的1比20的濃湯 濃湯的一個主題就是我們的香菇跟湯粉 用的香菇跟湯粉 你可以去製作各種不同的一個 帶有香菇風味的湯底的一個產品 我們來看看我們今天的一個材料 今天我們用的這個香菇跟湯粉 這個是100克 那它兌水的一個容量是2000cc 所以說它是1比20 那今天的一個主題是香菇跟湯 那香菇跟湯的話呢 最重要的來源就是香菇 所以說我們還是得必須添加實體的一個香菇 也許你在煮湯的時候 你的香菇要比較有味道的話 像這一種乾燥過的香菇 下去熬湯的話它的味道還是蠻鮮甜的 那你如果去做一些香菇跟湯的話呢 等一下可以用一些油下去做一個香菇的一個爆炒 更可以把香菇的一個味道可以去做一個提出 那今天我們這一支香菇跟湯粉呢 當然它裡面的材料最主要還是有用到一些香菇粉 我們鐵力食品呢 比較喜歡用比較天然的一個食材呢 用到我們的產品裡面啦 所以說這個產品呢 完全沒有像一些廠商 它有加一些香菇味道的一個香料 完全是沒有 那我們用的一個實體呢 我們找到就是說 嗯 這一支在我手頭上的呢 就是所謂的香菇粉 它是 呃 直接是乾燥的香菇呢 下去磨成粉 那當然啦 它 廠商 它的成本比較低一點點 因為它整個香菇它是沒有浪費 但是把這個香菇 連這個香菇的蒂頭的部分呢 它都整個直接下去研磨 所以說 我們這支香菇跟湯呢 因為它 還好它研磨的顆粒已經很細了 所以說 弄在這個羹湯裡面呢 它整個一個沉澱的一個現象 或者是說 它的顆粒呢 並不會是說太過一大 就是熬出起來呢 它本身的一個香菇的一個放味呢 就會比較濃郁 那當然啦 但它這個湯底呢 一定是比較單調一點點 它只要加了其他的一個配料呢 那就是一個很豐盛的一個香菇羹湯囉 在這個香菇羹湯裡面呢 因為它的一個材料呢 有各種不同的一個調味 而且它的純度還蠻高的 基本上 沒有其他所謂的一個 增量劑的空間 可以調到這個粉裡面來 所以說 你會看到 這個粉 單純的一個香菇粉 它是很細的一個顆粒 那我們調好的一個香菇羹湯粉呢 它有一些東西呢 雖然會 比較細小的一些粉末呢 它會先結合在一起 不過這沒有關係 你只要取一定的重量 去對你水的一個比例呢 然後下去做一個熬煮的動作呢 基本上它的風味呢 是不會是一模一樣的 光這樣穩的話呢 它整個一個香菇的一個風味 還有它的一個鮮甜的味道 還蠻濃郁的 OK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主題呢 我們是設定就是說 希望示範一個是所謂素的 那素的一個香菇羹湯呢 如果 各位知道呢 在台灣產香菇的一個地方 就是有兩個 一個在台中的一個新社 另外一個在南投的埔里 那這兩個地方的一個香菇呢 的一個產量 在台灣呢 雖然是相當相當的一個高 那如果你到新社去做一個觀光的時候呢 它集合各種香菇的不同的 一個料理的一個產品 那不管是香菇香腸 或者是鹽酥的新包糊之類的 那當然呢 那其中還會有一道什麼呢 就是說 他們的一個百菇羹 那我們也是蠻推薦這一道料理的 這一道料理百菇羹呢 它的整個一個做法呢 它是利用各種 當地盛產不同的一個菇類 搭配他們的一個羹湯 再去做一個熬製 那它是一個純素食的一個產品 那等一下呢 我們也會做到 那當然 這個百菇羹只是一個名詞 意思就是說 選擇了各種不同的一個菇類呢 去做一個烹調 那在我們桌面上呢 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今天 選了各種不同的一個香菇 那當然 再搭一點木耳的話呢 去做一個熬製 不過它當然不可能是說 這等一下還會再經過一些切片 這樣只是先把它給各位去看 那香菇的一個料理呢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示範一道 這個在宜蘭北門的一個香菇肉羹湯 也是相當的一個有名 所以說整個羹湯熬製完之後呢 這個是我們利用小火 利用小火呢 下去低溫油炸完爆完香的一個蒜片 等一下呢 在這一個蒜會肉羹 湯的一個整個一個呈現 我們可以來看看 我們應該是蠻特殊 口感風味蠻好的一個 宜蘭的一個名產的一個料理 那當然 除了這個之外呢 最基礎的就是這一些香菇肉羹的一個料理 你只要找到一個好的肉羹 搭一點那個香菇 搭一些配料來講的話 就可以煮出一鍋 非常豐盛 非常可口的一個香菇肉羹湯 那從你的香菇肉羹湯 單喝這個香菇肉羹湯 那當然 一般的店面在販賣 一定會有這些 冬粉 米粉 還有這些麵食類的 這樣子就可以呈現出 不只是一個湯底 又一個主食 那這個就非常的一個完美跟豐盛 那今天所示範的呢 這個香菇羹湯它的一個基底呢 我們一樣 黏度的一個來源呢 我們是用很天然的蠻薯澱粉 去當一個基底 再去 利用一些植物性的膠體呢 去拉它的一個粘稠度 所以說 它跟坊間 市售的一個香菇肉羹湯呢 是會比較接近 你稍微煮久了之後呢 它可能會有些理想的一個現象 所以說這個呢 也是要提醒各位呢 再特別注意一下 那OK 在豐調的過程當中 如果這是1比20的一個倍數 那 也要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整個材料的一個 含水率 如果你的一個配料 它的含水率比較高的時候呢 你去調整一下你整個一個香菇羹湯的一個稠度 你如果喜歡喝這種羹湯 不希望喝到太稠的這種口感的話呢 那當然你的蔬菜的含水率高 這樣搭配起來呢 1比20 比鹽是OK的 可是就是說你的一個 我希望我熬起來的湯呢 湯底稍微稠一點點的話呢 但是我又加了大量的一個 安水率高的一個食材呢 那這時候你的倍數呢 可以降到1比18 那這個的一個調整呢 就要麻煩各位客戶呢 去做一個 一個調整的 那我們這次產品呢 除了用了新鮮的一個乾燥香菇 直接帶口去鹽母的之外呢 它其實它的風味也調整好了 那你等一下煮起來看的話呢 它的顏色呢 是比較深色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有把 一般在煮羹湯的部分呢 它會用到醬油 它會用到醬油的部分 我們也把它醬油 用醬油粉的模式呢 補在這個 補在這一個 香菇跟湯粉裡面的 所以說 它整個泡 整個煮起來的風味呢 基本上它的顏色 還有它的一個口感呢 基本上它的底味呢 都已經呈現得很豐盛 很豐富了 OK 那你看我們整個一個 成分表呢 會知道我們整個一個 鹹式的這一些 不管是醬料 或者是一些濃湯粉系列呢 它一個最基底的一個成分呢 那不外乎 一定會有夠 味素 就是所謂的味精 不管是用大腥味精 或者是用一些核乾酸的 那當然 會用到一些 橡皮精粉 那橡皮精粉呢 就是天然的一個 鮮味的一個來源 那這種橡皮精粉呢 因為我們選擇是 有一種橡皮精粉 有一種橡皮粉 有一種橡皮粉 有一種叫做橡皮的抽出物 我們用到的是所謂的橡皮抽出物 那這個是它不含植物的細胞 下去做一個研磨 所以說它這種橡皮抽出物的話呢 它能夠很均勻的融解在我們的溶液裡面 那當然啦 最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增加整個一個湯底的一個鮮度 還有它的一個風味 那OK 加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當然啦 它的底味呢 就會比較豐富一點點 再加上一些水解性的一個 水解植物蛋白 那它整個一個鮮甜度呢 就整個一個拉上來了 那當然 在這種調味的過程當中 除了鮮之外呢 酸甜苦鹹鮮嘛 它整個一個甜度的一個搭配 那也是很重要 所以說 在整個一個甜度的一個比例的測試呢 我們這支粉呢 我也用了兩種不同的一個糖 去做一個搭配 一個呢 我們是用了這糖 另外一個我們單糖類的部分呢 也是用了少許的葡萄糖呢 去讓我們喝到的一個甜度呢 甜的感覺呢 是有稍微一點鮮甜的口感 但是又比較是像這個單一 單一的一種糖呢 所呈現出來的那種甜的一個感覺 你吃起來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膩的一個口感 那當然 這個已經不用幫各位去做一個設定了 嗯 OK吧 那我們趕快去把它整個組起來 看看它整個一個產品的一個結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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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